师父家里人虽然不信佛 但是做了很多的善事 就是说 请问师父 我们师父可以帮他们 每天念四十九遍 功德保三身 把他们的善事转化为功德呢 师父 可以啊 完全可以 那如果可以的话 连续念多久比较适合呢 一直念 只要他一直有功德 一直做善事 一直给他念 他就不停的转化为功德 哦 这也是个好的方法 看来功德宝山神 就真是一个好的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 非常好的 明白明白 你看看 以后我们的观音村里面 要造一个功德 宝山神塔 宝山塔 就是说 在里面念经的人 都会得到菩萨的特别加持 或者在里面祈愿的人 以后会得到 把自己的善事转化为功德的效果 哦 那师父 那功德宝山神塔 也很大是吧 师父 那我现在 现在我们在设计的是要七成了 哎呀 哦 太好了 那上宝塔里念经可以报名吗 师父 可以 随便去 以后 也太好了 以后几年吧 再等几年吧 嗯 哎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那时候功德宝山神塔的周边 岂不是龙天护宝和菩萨 对了 对了 主要是 主要是龙天护宝 有的人 有的人已经把这个宝塔弄成 赚钱了 放骨灰了 你说那个这个气场会好不了 那气场不好人 要龙天护宝根本不去了 是这样吗 师父 如果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 哈哈 哈哈 嗯 哦 那师父 接着刚才问 不是家人不是不信佛 但是做了很多善事吗 我们今天念功德宝山神肉 如果他有结了 师父可以再许愿 可以再帮他许愿 把有善事转化成功德的百分之多少 拿出来 帮他祈求 挂解 关节呢 师父 这个问题 你说什么 还没听懂 还没听懂 等你个等 师父 我再说一遍 哈哈 就是说 这个家里的人 他不是不信佛 我们不是给他念着功德宝山神肉吗 如果这个人 家里的这个人 他有结了 有关节了 我们师父 可以跟菩萨说 把他由善事转化为功德的百分之多少 拿出来帮他 划解这个关节呢 这完全可以 这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好 好的 谢谢师父 大致为开设